平时香火鼎盛的竹林山观音室 现在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 很多游客都会来到这里欣赏美丽的景象 当地的里长希望在竹林路规划一条樱花步道区 希望能够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 林口竹林山观音室远近驰名 每天都有许多香客前来粉香膜拜 尤其到了初一十五逢年过节时 人潮更是络绎不绝 家乡每年到了樱花盛开的时候 寺庙旁的美丽景象同样的也吸引不少游客争相观赏 因此地方希望竹林路沿途能够种植樱花树 打造一条樱花步道成为当地的特色景观 我们现在我们里内因为有一个 我们全台湾很出名的竹林山寺 竹林山寺它在樱花季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竹林山寺的樱花也是很出名的 所以我又规划说因为这个樱花我们种植在我们竹林路的那个沿路的那个树穴上面 那我们希望能做出一条那个属于我们林口的特色的樱花步道 所以我们为我们建设我们的公所还有我们的养工处 还有我们的新那个景观处 能替我们里内规划这一条那个樱花步道跟樱花大道 黎江表示这条樱花步道的规划正好可以配合明年东林街延伸到竹林路的开通 桥下的清水公园与竹林路的樱花步道相互回应 渴望为当地打造出一系列的优美景观 配合我们现在有一个那个东林街 我们明年有一个东林街 那个延伸道路到我们竹林路 那它那个东林街下面有一个那个清水公园 我们配合一系列的那个景观 我们希望能做成一个那个樱花步道 来让民众有一个休闲的 休闲行走的一个赏樱的步道 樱花步道的规划不仅可以为地方建造一处美丽的赏景地点 也会为地方带来观光人潮 里长指出人潮就是前潮 樱花步道若能完成 相信对当地的观光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 永迦的记者林口采访报道